民众期待已久的普发现金6000元 有了最新的进度 官网与客服专线在今天同步上线 五种领取方式 其中登记入账是从3月22号起开放 身份证的尾数是0跟1的人 可以最先开始登记 仔细核对资料确认身份 华典县宛荣乡派出所门口 一早来了许多民众 登记普发现金6000元 比照无被劝的模式 登记造册跟罚坊 除了花莲万荣沙 还有屏东狮子乡 以及台东金峰乡 当地没有邮局也没有银行ATM 只能委优派出所协助 这次民众领6000元现金 一共有五种方式 除了到银行邮局ATM领取或零贵领献 还有特殊族群限定的直接入账 一般民众则是可以透过上网申请登记入账 只有要做登记入账的朋友 才需要来系统做登记 而登记入账的分流时间也出炉 22号当天身份证字号尾数零和一的民众 可以先登记 隔天轮到尾数二和三的民众 一天两组分流 以此例推 直到27号则是全民都能登记 另外直接入账的特定族群 则是有例行性领取津贴与年金的民众 但这就遭国民党立委质疑为何独漏退休军公教 每个月的退休金是直接入账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漏列 退休金的一个发放 涉及到是几千个机关 数量非常庞大 传输过程当中会不会造成资安的威胁 这都要考虑 财长强调退休军公教涉及上千机关 若才直接入账 恐怕等待时间会更久 而全民福利几乎人人都能领 就连涉嫌逃兵的二胆岛诚信上兵也可以 因为虽然通气再生 不过没有除籍 亲友还是可以拿证件带领6000元 引发网友论战 而领6000的前置作业依序完成 现在就等官方公布发放时间 接着最后报道